邓超微博小皮一下 尹周杰伦质疑是真的吗 网友 娘娘快管管她说起邓超调皮的事 相信很多伙伴会说 不皮就不是她了 但其实超哥刚开始出道那会儿 还是一枚不折不扣的小线容 那时超哥的颜值还有演技都是很在线的 无论是情感剧还是带有年代感的剧 应该说都能很好的驾驭 不知道是不是受剧中人物的影响 印象中的超哥是一个很老实 或者挺正经的艺人 可是最近这几年来看 超哥变化真的是非常大 为什么这么说呢 超哥之前可以说是一个演技派的文艺小生 不过现在感觉变得越来越逗逼 最开始被观众留意到这点 就是超哥在综艺节目中的表现 作为队长的他 在队里可以说是非常有担当的 但完全不影响他逗逼的本质 他不仅和兄弟团成员这样受邀来的嘉宾 有时候也会被他打败 而且在节目中感觉是完全放飞自我的 虽然年龄最大 但是玩得最近性的肯定是他 当然不光是在综艺节目中这样 就连这几年超哥的戏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戏观这几年超哥的影视作品除了有明星的几个文艺饭的 大部分都是搞笑逗逼的 而且趋势是越演越脸 并且有的时候还把我们的娘娘也都带跑偏了 一起走逗逼的路线 后来经过网友的细心观察 其实超哥就是一个逗逼的人 因为他平时的微博也会体现着这种本质 最近超哥微博又沦陷了 原因很简单 超哥在微博又皮了一次 这次调皮的超哥在微博晒出了几张照片 照片中的人物肯定就是超哥了 而且是在健身房运动后的超哥 从照片可以看出超哥很努力的健身 以至于衣服都湿透了 并且自己配文说 一天瘦下来一公斤 何玩似的 当然从照片中可以看到超哥健身厚的身材 而调皮的不仅超哥一人 张艺山在下面留言说 衣服脱了看看好不好 而超哥却很高调的回复 来呀 当然最让人诧异的是周杰伦也关注了这个状态 并在下面留言 这是腹肌吗 并且很多网友都有过来围观 让超哥低调一点